乐宝又在思考熊生了 不知道他是不是为了造三胎的事发愁呢 宋侍卫展示了福宝偷竹子的模样 样子就像功夫熊猫 宋侍卫学的还真鬼灵精怪 都有点小尴尬了 随后说到了 给爱宝还有双胞胎出外场的事 已经开始剧透给他们出外场做准备了 辉宝奋发努力 已经开始练习爬杆 现在是冬天 怎么能少得了玩雪球呢 现在就开始熟悉新技能 相信不用多久 辉宝就有新场面了 你们准备好了吗 但是瑞宝就不同了 一直睡 是不是觉得大熊猫都要冬眠呢 乐宝这边 乐宝一直在雪花中发呆 看得出来他的心事挺重 难搞咯 据说小爱准备带两娃出外场 这外场场地不够啊 他们出来肯定跟我抢地盘 这场冬天的雪我还没玩够 这段时间把全身洗干净 等小爱出来 再让她给我造个三宝台 这样她就不用出来跟我正场地盘 哦 记得来一个点赞关注我